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感恩佛菩萨的加持 让我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学习佛法 我们每天在讲六道轮回 投胎转世 这个无论你相信不相信 六道轮回都是存在的 因为我们分享了那么多的故事 有知道 三善道 三恶道 那三善道呢 就是天道 人道 阿修罗道 三恶道呢 就是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 那到底是这个六道轮回 投胎转世是怎么形成的 很多人呢 就很迷惑 我们经常也会提到 哦 我们人虽然死了 但是灵魂永远不死 什么叫灵魂 灵魂真的灵吗 还有呢 很多人 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 为了我们的身心更快乐 我们每天忙忙碌碌 什么才是这个身 老法师呢 会告诉我们所有的疑惑 老法师是这样开示的 我们如果把身当成这个自己 但是我们这件衣服不是自己 只是件衣服而已 衣服脏了就换一件 衣服破了也能换一件新的 身体也是一样 身体不是自己 就跟衣服一样 这个身体坏了 换一个身体 这就明白了 我没有生死 身有生死 那什么是自己呢 一般人很快就联想到 大概灵魂是自己 这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在六道里面去投胎 是灵魂去投胎 换句话说 六道里面的身都有生灭 投胎的那个灵魂没有生灭 没有生灭的是我 有生灭的不是我 这就清楚了 所以我们要重视灵魂 在中国人 一般称为灵魂 实际上他不灵 他要是真灵的话 他会到畜生道投胎吗 他会到地狱道去吗 于是我们就知道 灵魂他不灵 在佛法界里 叫神世 神世是什么呢 阿赖叶世 投胎的时候 他先来 死的时候 他最后走 人死的时候 前面六世都不起作用了 眼看不见 耳听不见 知觉都没有了 阿赖叶世 叫世神 或者叫神世 我们一般人 叫灵魂 实实在在的说 应该称他为迷魂 他迷惑颠倒 他不灵 他是迷而不觉 把假的当成了真的 六道是假的 不是真的 他在里面去投胎 谁叫他去投胎的呢 他的业力 就是他一生当中所造作的 他造作的善业 善业牵引他到三善道去投胎 他要是造的恶业 就牵引他到三善道去投胎 自作自受 没有人引导他 完全受业力支配 这个业力是什么 他的爱好 你看我们人间有这个习气 喜欢读书的人 就喜欢跟读书的人在一起 学佛的人 就跟学佛的人在一起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业力牵引着 喜欢打牌的人 总凑在一起打牌 喜欢跳舞的人 他一定去舞厅那里去 去那个地方见面 各有所好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他的爱好 喜欢到那里去 那有人喜欢多恶鬼吗 有 恶鬼喜欢什么 贪心重 不管是贪财 贪色 贪明 只要沾上个贪字 贪 就牵引你 进恶鬼道 地狱道 是称慧 脾气大 常常喜欢发脾气 这个习气 自自然然 引导你 到了地狱道 畜生到 愚痴 愚痴是什么 是非 善恶 厉害 搞不清楚 糊里糊涂的人 人云 亦云 没有智慧 这种业力 牵引着 他到了畜生到 这个我们都要知道 我们在这个世间 要培养一个 什么样的嗜好呢 就是念佛 念佛的这个嗜好 所感应的是极乐世界 也是自自然然去的 极乐世界在哪里 要培养一个 临终的时候 阿弥陀佛来接引你 肯定来接引你 绝对不会把你漏掉 四十八愿是保证 是凭据 你喜欢什么 你就到哪里去 这个很重要 喜欢天堂 到基督教里去 到天主教去了 喜欢神仙 到道教去了 其他宗教 其他宗教也有不少是 神仙 到 这是什么 这都是习气 牵着你去投胎 绝对没有人在里面操纵 没有人在那里安排 都是自己的业力 牵着走 我们在平常养成习惯 很重要 中国古人所谓 少成若天性 习惯成自然 自自然然 就被他牵引着去投胎去了 这就是六道轮回的事情 看了老法师的开示 我想很多人都明白了 到底这个六道轮回是怎么来的 其实就是佛经上说的 一切法从心响生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全是自心变现的 都是自作自受的 你心善 三善道 心恶 就是三恶道 心境 你所现的山和大地 都是清净无染的 与任何人都不相干 完全都是自己变现的念头 和境界 这种事情只有佛法上讲得清楚 所以 我们不可不知 尤其是到最后的一念 非常重要 善恶 地狱 天堂 就是一念之间 所以为什么要让我们现在每天都能精进的念佛 在我们这个阿赖夜市里面 全部都是阿弥陀佛的佛号 我们最后的那一念 佛就会现前 你就会念佛 成佛 好了 希望这个视频呢 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 请点赞 订阅 这是对静雅最好的支持 和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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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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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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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 李宗盛